台積電年度技術論壇成為業界的焦點 我們請教半導體分析師柴煥馨 你怎麼看這次台積電在年度技術論壇上 是特別提到產業的三大方向 尤其強調成熟製程的技術也在發展 怎麼觀察台積電在技術領域 以及未來發展策略上 就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第一個這次他特別強調的 就是後段封裝的一個重要性 絕對不會輸給前段 其中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就是說 在先進製程的部分的話 摩爾定律是每18個月會推進一個新的製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5奈米升級到3奈米的話 總共花了24個月到30個月的時間 而3奈米要推到2奈米的話 其實是30個月到36個月的時間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摩爾定律的進展的速度 是明顯的放慢 這個時候你要去推升電晶體 甚至於IC本身的一個效能的話 就一定要靠後段封裝的技術推成初心 在兩年前的時候 台積電就已經建立了3D Fabric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後段封裝的技術平台 而這個部分的平台的話 除了2.5D的COAS和INFO這樣子的一個技術之外 另外也還推出了3DIC的SOIC 但是其實大家在這兩年都已經聽 已經非常熟知COAS、INFO甚至於SOIC 但台積電的整個的一個後段封裝的技術 並不僅僅於此而已 甚至他們已經推出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整個的一個COAS和INFO的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而整個的一個SOIC實際上他們也透過了客戶的合作 尤其是像AMD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IC設計廠商的合作 實際上也已經推出了多款不同的產品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是台積電未來在後段封裝 尤其是在3D封裝的技術當中 還是會持續的發展 第二個重點的話 則是他們會強調先進製程以及成熟製程之間的一個并重 我們已經知道2奈米製程將會在2025年進入量產 而台積電其實已經在思考下個世代的一個電晶體的發展技術 而除了現在的FinFIT 還有2奈米將會使用的GAA 也就是循環雜集的電晶體技術之外的話 台積電也已經開始著手研發 下世代用於銀奈米甚至艾米時代的Secret 這樣的一個新的電晶體結構 除了電晶體結構之外的話 實際上要讓整個的一個製程能夠持續的萎縮 良率的提升 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半導體材料的一個更改以及研發 所以說台積電目前除了持續用矽這個半導體的原料之外 實際上也已經將會進入所謂的碳或者是褶 來取代矽 新的一個材料的進入的話 實際上也將會讓台積電 未來在整個IC製造的效能 還可以再往上再跨一大步 所以說台積電對於新的一個製程世代 實際上還是在持續的往前推進 而不會禁止2奈米製程 另外的話在成熟製程的方面的話 這個部分包含了電源管理甚至於WiFi的RF 然後CIS乃至於嵌入式記憶體 這個部分包含了P-RAM跟RAM這一些的技術 然後他們目前都是採用的成熟製程 也就是說多集中在40奈米到28奈米 而台積電對於新製程的一個 這些的成熟製程的技術 原則上除了對於產能擴充之外 最重要的台積電是在講求製程技術的再升級 也就是說從現在的4028奈米 恐怕他們還可以再提升到次世代的1612奈米 乃至於7奈米製程 而這一些的一個製程的提升之外的話 也會將這一些的成熟製程的技術 和它的一個整合度再次的提高 然後可以因應所謂的車用 乃至於未來的IoT HPC這樣的市場 最後的話則是在強調的 就是對於供應鏈的管理 從台積電自己本身的技術來講的話 他們已經從自動製造 已經跨入了智慧製造的這樣的一個領域 所以說他們已經導入了大量的AI 以及Big Data的這些技術 然後讓台積電的所有的生產線的參數 都能夠達到最有效率的一個生產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在生產效率的提升上面 反映在獲利數據其實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的話就是說對於客戶端 以及供應鏈的一個再次的整合 過去台積電其實已經建立了Open Platform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主要就是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然後達到上中下游的一個技術的整合 但是未來在供應鏈的管理方面的話 台積電也將會從所謂的定價策略 甚至於存貨管理的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所謂的供應鏈廠商乃至於客戶端 再一次的更加深入的合作 所以說貴責家將這次他會強調的就是說 將會在供應鏈的管理上面的話 跟客戶之間取得充分的合作 而不是彼此的競爭 所以說客戶端好 台積電才會好 台積電與客戶是共存共融的 綜合以上三點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實際上 台積電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 仍然還是世界頂級頂尖 具有非常好的競爭力